隨著內地經濟景氣回暖 消費逐步復甦 與此同時 內地近期不少城市相繼釋放穩留市的政策信號 地產市場逐漸呈現正面趨勢 早前 國家統計局發布今年1月份 70大宗城市住宅銷售價格變動情況 全國70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指數按月持平 而按年則跌2.3% 無論如何 這是自去年2月以來 房價指數首次出現指跌的情況 參考內地報告 若觀察不同城市 一線、二線城市商品房住宅銷售價格轉升 三線城市跌勢漸趨放緩 一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指數 由去年12月的持平 轉為今年1月的升0.2% 二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指數按月 則跌0.3% 縮窄0.1個百分點 一線城市二手住宅銷售價格按月 由下跌0.5% 轉為上升0.4% 而二線城市二手住宅銷售價格按月 則跌0.3% 跌幅收窄0.1個百分點 至於三線城市二手住宅銷售價格則跌0.4% 跌幅與去年12月相同 在統計中 內地價格按月上升的城市有13個 比去年12月增加6個 相比新房市場 二手房因涉及不同的建設年份 衍生差異性大於新房 二手市場價格分化趨勢更為明顯 一線城市彈性最大 價格回暖幅度明顯於二線及三線城市 自因城市拆放鬆後 各地紛紛調整貸款規則 參考不同地區的報告 江蘇洋州出台了支持購房的八大措施 階段性下調料 首套住房商業性個人 住房貸款利率的下限 二南寧把房貸年齡現長至80歲 廣州的房貸借款人 最高年限則放寬至85歲 山東省 河南省 安徽省 四川省四省提出支持 有條件的城市開展商品房現售試點 吉林住房公積金 最高貸款額提高至70萬元人民幣 全量房流零延長至30年 各地新出台的政策 主要是為了促進內地房地產市場平穩 健康發展 同步提振需求端購買意願 刺激行業氣氛改善 不難見到 房地產領域的平穩政策 尤其重要 早前 中國證監會啟動了不動產私募投資基金試點工作 明顯有利於補充流動性 優化資產負債表 促進內地房地產市場盆活存量 加快投資建設的步伐 其後 中國證監會發布並施行 首次公開發行股票註冊管理辦法 全面註冊制的實施象徵著把選擇權交予市場 當然這也不代表國家將放鬆質量要求 未來市場變化及待調整情況 則要持續觀測 截至本月20日 全國31個省份公布了預算報告 多省披露專項債的投資拉動情況 觀察全國趨勢 財政部下達今年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務限額為2.19萬億元人民幣 為歷史新高 預計今年基建投資有望維持較高增長速度 在上週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強基礎研究進行第三次集體學習 重新加強基礎研究 建設世界科技強國 從財政支持 設備保障 人才培育 國際合作四個方面作出部署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2月26日至28日 在北京召開中國共產黨 A20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 提出8個重點關注方面 認成共促高質量發展合力 投資市場需要密切注視 會議前 財政部發佈在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重點關注基礎設施建設 科技創新和風險防範化解等三方面 鄉村振興 數字經濟 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領域或營生的機會 由此可規探國家經濟發展的新趨勢及方向 提供 文字幕提供